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技术文档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了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同时邀请您参加我的Discord专句 咱们一起讨论技术分享代码吧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够严重快速开发Web的应用框架 是这样 我最近正在做够语言的基础语法的教学 对不对 我觉得是这样 咱们基础语法 我专门开课程给大家讲解 同时够语言能干什么 它常用的框架是什么 我也准备做一系列课程的分享给大家 比如说今天 咱们开发一个Web的应用程序 可能接下来咱们再开发这个数据库 然后咱们再做这个爬虫等等的 我都会把构源中最常用的第三方的库 以及是这个最基本的编程手法 做成文档分享给大家 好不好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吧 OK 咱们看一下知识点 就一个今天咱们采用这个够语言的Web开发框架 GIN 咱们来做一个最基础的怎么说呢 编码 搭建一个咱们自己的服务 好不好 首先我给您访问一下这个GIN的官网 是这样 它其实是一个开源的工程 它在Github上也有自己的信息库 并且有了4万多的点赞 我觉得在给您讲够语言Web开发的时候 我当时其实有个犹豫 是给您讲这个GIN 还是讲这个BIGO 最后我选择给您讲GIN 为什么 第一 它速度比较快 第二 支持它人比较多 而且它有完善的文档 所以说 我就挑这个GIN给您讲解 如果说 可能有朋友说 我们公司可能学BIGO学得多 您能够加上BIGO BIGO 我也可以给您讲 毕竟这个BIGO是咱们华人开发的 对不对 我都会给您讲 咱们先少去先看一下它官网吧 Go 给您访问一下 大家请看 这是它官网 非常的怎么说呢 漂亮 简洁 是吧 我呢 是非常喜欢这种网页设计 今后我这个小马 自己的官网 我也准备这么设计 大家请看 这个是它的文档的部分 然后呢 它还支持多语言 对吧 日语 繁体 中文 都没有问题 有性的朋友呢 您如果说 您看这个英语 看的不太习惯 没关系 这不有中文吗 对吧 非常的好 您看这个文档就可以 OK 咱们先少许回到咱们代码的部分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它的GitHub GitHub呢 它现在有了 大家请看 这个星数大概是41,500 怎么说呢 知识它的朋友呢 也是比较的多 我觉得怎么说呢 它速度又比较快 而且呢 知识朋友比较多 用户人也比较多 所以说呢 我是挑这个给您讲解 而且它号称比一般框架快40倍 能不能快40倍 我不敢统计 但是呢 我也自己研究一下 我感觉这是一个怎么说呢 非常好的外部框架 而且呢 非常的简单 也不是那种all in one型的 又不是那么笨重 所以我觉得呢 挑它给您讲解啊 尤其对来 对于这个咱们购源 还没有这个外部开发经验的朋友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框架 咱们就今天呢 我带着您 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然后今天我给您采用了这个演示平台 是Google的collab 然后呢 我也准备用它的云服务呢 给您做这个 搭建一个临时的外部服务器 给您做演示 好不好 咱们先少许 先在这个collab里面安装下最新的构研的语言包 现在安装着 咱们看啊 我今天大概给您分这么几步 咱们呢 导入一个这个构研的工程 然后呢 导入gain 然后呢 咱们运行hello word 然后呢 咱们在这个模板中进行传值 然后呢 返回json数据 同时呢 再给您做一个简单的post表单提交 这个对咱们一般外部开发来说呢 就足够用 好不好 知识点呢 全给都给您包含进来 OK 咱们下载完购之后 咱们设置一个系统路径 然后咱们运行一下 看看安装成功没成功 有没有版本 出来了吧 够原1.15.1 OK 然后呢 因为我是给您用coolab的简单搭建一个http 所以说我要知道这个代理服务器的地址 咱们通过这就可以知道 OK 没有问题 接下来咱们就要建立一个外部工程 咱们回到我的这个目录这个界面啊 然后呢 咱们通过这四行代码 咱们在我的这个collab里面建一个外部工程啊 够 好 建完工程之后 大家请看进入我的工程目录 然后咱们先把这个gin呢 默认的安装 或者追加到咱们工程里面去 好不好 将代码执行一下 OK 安装完成之后 咱们看一下我的工程目录做个刷新 出来了吧 MyWeb 里面呢 有一个go mode 点击打开 大家请看 呃 咱们最基础的这个模块依赖 在这个地方呢 都有了 咱们刚刚说这个gin呢 这里面也都有所显示 没有问题吧 OK 好 咱们环境都准备好了 接下来咱们就要写咱们自己的一个服务 什么服务 大家请看 我这呢 有一个mingo 咱们就做一个mingo的hello world 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 移上来pocket包 没有问题 不写报错 然后input 把这个gin input进来 对吧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把这个gin呢 做个初始化 取得到它的路由的对象 然后呢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我默认的话 会在我的这个外部目录本地 自己写一些个html的模板 这行呢 就是把那模板装载进来 好不好 OK 接下来 接下来是这样 接下来因为是这样 我是一个网站 我要对我的网站的路由呢 有所规划 我这个代码就是说 如果用户访问呢 是我的网站的根路径的话 我会给用户返回 这个template的下面的 这么一个index的html文档 同时呢 返回一个httpcode 是200的这么一个响应 然后呢 我本地的这个gint的web端口呢 会开到8000 好不好 就是咱们maingo最基础的 gint服务的一个简单的代码 咱们运行一下 OK 写生了咱们一个服务文件 然后大家请看 因为我在这个文档当中 咱们用到了template的下面的indexhtml 但是我template下 大家请看 还没有任何文件嘛 所以说我要手工 咱们建一个index文件 对吧 Hello world 对吧 咱们建立一个 建立好之后 咱们就可以启动服务 大家请看 通过go run 这个刚才咱们生成这个maingo 咱们来在我的这个collab本地 启动一个web服务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成功启动 没有问题 启动完之后 咱们通过刚刚的代理服务器 咱们访问一下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把它缩小一下 大家请看 我在我的googlecollab里面 咱们建一个临时的web服务器 同时呢 把咱们这个geen的这个freework 运行起来 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OK 回到咱们的框架当中 然后把它停下 停掉 大家请看 咱们web任何的接收 这个地方都看得到 咱们把它停掉 因为是代理服务器 所以说访问地址呢 是127 其实应该是出来真实地址啊 好 呃 咱们通过咱们这个 两段代码呢 咱们简单的用geen 在本地搭建了一个 非常简单的网站 对吧 说web服务器也行 说网站也可以 对吧 OK 接下来 它还能干什么呢 大家往下看哦 接下来 模板传值是这样啊 咱们乍一看啊 这是一个这个HTML文件 对吧 它是静态文件 其实不对 咱们不能把咱们的模板 理解成HTML静态文件 应该把它理解成动态模板 什么叫动态模板 动态模板 就是指里面的内容呢 可以随着咱们的情况 发生变化 对吧 就这个地方 我不把它这个扩展名 叫做HTML 叫做TPL 我觉得更合理啊 OK 那这是另外的话题 咱们暂时 今天我先把它叫成HTML 其实它呢 其实呢 它是一套模板文件 大家请看 在我向模板文件里面 传值的这个HTML里面 大家看这个位置 在这里面呢 我嵌入了一个数据 对吧 这是一个数据 这个呢 是根据咱们传给这个模板的数据不同 而显示出页面的不同的内容 好不好 咱们执行一下 把这个数据 Data.HTML 咱们写成一个文件 刷新 出来了吧 大家请看 这就是咱们生成一个模板文件 对吧 把它叫HTML 也可以啊 好 接下来 咱们就要调用这个数据模板 怎么调用 大家请看 这个位置 我的main go呢 跟刚才相比呢 发生了一点点的变化 什么变化 大家请看 请看这个位置 我定义了一个新路由 对吧 这个路由接收的URL path呢 是斜线Data 对吧 然后呢 我给它返回这个Data.HTML 这个模板 然后呢 大家去看这个地方 我给这个模板呢 注入了一个数据 这个 这个是一个JSON key value吗 这个是key 这个key呢 叫做Data 然后它里面的内容呢 叫做HELLO GOGIN WORLD 对吧 那么 咱们运行这行代码之后 如果用户访问斜线Data的时候 它会激活这个模板 同时呢 把这个数据 注入到这个模板里面去 然后这个模板里面 因为是读到了一下 这个Data这个数据 那么会在页面上呢 有所显示 好不好 咱们实验一下 我把它 重新写一下MENGO 好的 没问题 然后咱们再运行 咱们的服务 本地8000 可以 运行起来之后呢 大家我再刷新 为什么没有变化 因为我现在访问是跟路由 对吧 应该怎么访问 应该访问斜线Data 对吧 再回撤 大家看 HELLO GOGIN WORLD 它呢 调用了Data.atm 这个模板 同时注入了 这个数据 所以说咱们看到的是这个数据 对吧 咱们回来再看一下 再复习一下 咱们看一下我这个Data.atml模板的部分 咱们就用HE 显示了这么一个注入进来的数据 这个地方 咱们可以是一个数值 可以是一个数组 对吧 可以是个list 对吧 可以是一个比如说表单的循环等等 都是可以 OK 咱们通过这个代码呢 咱们演示了一下 如何向模板中注入数据 没有问题吧 OK 停掉 接下来 接下来其实才是这个GIN这个框架最常用的部分 干什么 它给咱们返回一个JSON的数据 是这样 为什么我要给您讲GIN这个框架 是因为它能够快速的开发API的服务器 今后我的小码技术呢 可能会以这个手机开发人工智能为主 那么咱们服务器端呢 其实我也讲了很多Python的 Luby Rails的 P2P的 最终我选择 我要给您做今后的这个大的蓝图框架的时候 服务器端我准备采用Go 所以说呢 今后咱重点讲服务器端讲Go 客户端咱们讲VUE 讲React 讲手机开发 好不好 这是大概我的一个逻辑 好 咱们看啊 如何返回JSON格式 刚才话说多了 如何返回JSON格式 那请看 在这个地方 我定义了一个新路由 然后呢 UR是斜线JSON 返回什么 返回这么一个JSON的对象 或者说叫做MAP 哈希表对象 在这里面呢 其实是一个建直对 是吧 有一个T 对一个Value 有个Key 对一个Value 有一个Key 对一个Value 对吧 然后呢 它返回 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 它返回的不是刚才的 HTML 而是一个JSON类型 好不好 咱们实验一下 这个才是咱们今后最常用的 因为咱们的手机 要和咱们这个服务器通信的话 主要的通信格式 就是JSON 是这样 以前我在毕业的时候 给我这公司做这个设计 用的是这个通信的格式 用的是XML 那个呢 会花好多时间去解析里面的内容 当然了 我也承认 XML的描述性远远高于JSON 但是呢 JSON的简便性 以及各个平台都支持的性能 一点不输XML 所以说今后咱们还是JSON讲解 咱们以后手机和服务器通信的话 主要用JSON 对吧 那么咱们主要用掉的就是这个函数 咱们马上运行 我先执行写成一个main go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运行一下 好 服务器启动起来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回到web端 这个地方就不能敲data了 敲JSON 对吧 因为咱们刚刚的URL映射 映射的是这个JSON 对吧 一回撤 大家注意看 JSON内容全部返回来 其实就是这段内容吗 没问题吧 既然浏览器支持 那咱们经用了手机 咱们的VoE 咱们的react 都支持 对吧 完全的没有问题 好 咱们看一下网络的请求头 那请看 请求JSON 点开之后 这是显示的内容 纯文本 然后看头部部分 看这个位置 大家请看 返回的格式是application JSON UTF8 没有问题吧 它支持多语言 支持UTF 支持UTF code 完全的没有问题 非常的方便 对不对 OK 好 这个就是JSON数据的返回与接收 其实这是不够的 咱们想想 咱们如果开发一款手机应用 哪怕您是一款VoE的应用 是react angular应用 您要通过阿甲克斯 对吧 向服务器端post的数据 因为你不能光说接收数据 你要把用户的数据进行一个总结 哪怕或者说压缩 然后把它提交post到服务器端 那这post的工作 就是说咱们通过GIN 要能够接收到用户post过来的数据 然后做一些个处理 比如说访问缓存服务器 访问Mongo 或者说访问咱们数据库Oracle 或者说PostGray 对吧 然后再把数据做一个总结 以JSON方式再返回给用户端 那么咱们接收的格式 可能是表单 可能是JSON 对吧 也可能是各种各样的格式 咱们返回的话都是JSON 那么接下来 我就给您演示一下 咱们在GIN里面 如何接收用户表单的数据 当然我用的是post的方式 咱们尽量不用get的方式 好咱们看 接下来的代码 咱们要接收一个post提交 然后JSON返回代码 该怎么写 咱们大家看这个地方 首先说咱们答应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我在本地 咱们写了一个表单 这个没什么可说 这是标准的html语法 接下来咱们主要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我声明了一个新的服务 叫做斜线service 然后我是通过post的方式 接收数据 然后大家请看 这个表单里面 有各种各样的内容 对吧 什么这个checkpost readbox 什么都不管 我仅仅给您演示一下 咱们取得表单中的一项 username 对吧 咱们通过这个方式 就可以读取到用户post过来的内容 让它变成一个变量 然后我再以JSON的方式给返回 其实咱们在这个地方 咱们可以读一些数据库 Ladies 缓存服务器都可以 咱们都省略 在这个地方 咱们直接打印出来 用户名 Hello 这个用户 对吧 咱们返回 还是JSON方式的返回 OK 咱们再看一下Foam里面的内容 这其实没什么内容 这是一个简单的表单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就是Foam 对吧 我向这个Service提交 提交方式是post 然后给一个文本框 uname 然后给一个提交按钮 提交 OK 这就是简单的逻辑 咱们马上运行 首先把这个Mango 重新写个文件 OK 然后把咱们这个Foam 也写一个临时文件 可以了 然后咱们运行 注意看 这次咱们运行 采用的是斜线Foam 然后这斜线Foam里面的内容 向咱们斜线Service 进行提交 这是咱们文件的几个关系 好不好 OK 运行 每期课程我时间不想太长 咱们尽量20分钟之内结束 运行起来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马上访问 刚才我怎么把那个UR给关掉了 咱们重新再开吧 我们代理服务器在哪了 这里OK 点开之后 然后咱们敲什么 咱们要敲 Foam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在这里面 咱们敲的任何的内容 都会被咱们现在开的这个服务 所接收到 会被咱们这个服务所接收到 这个地方吗 对吧 会被这个服务所接收到 因为它向这个Service进行提交 咱们看一下这个页面的内容 大家请看 这不就是刚刚咱们的页面内容吗 对吧 它Action会向Service提交 提交方式是Post 没有任何问题 OK 马上开始 比如说 扣码 可以吧 我这Uname以前用过 扣码 对吧 让我点提交的话 大家请看 它会向Service服务进行提交 提交完之后 输出咱们提交返回的值 按理说 咱们做网站 比如说用户login 用户注册 咱们这个地方 应该给人显示一个新的用户的HTML 但是我为了给您演示Json的话 咱们返回的其实是一个Json类型 您做网站的话 这不肯给用户返回Json的画面 对吧 肯定是返回HTML画面 对吧 这是另外的话题 OK 咱们通过这个例子 就给您演示了 咱们做了一个表单 然后向咱们的服务 进行post提交数据 然后咱们的服务 接收到了数据 然后做各种各样处理之后 再给用户返回一个Json的结果 好不好 当然它可以是Json结果 它当然也可以是HTML画面 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OK 这个就是今天我给大家讲解的 简单的 go的gin web framework的使用方式 当然了 它内部还有很多很多的使用方式 我今天这期课程 就算是给您抛砖引玉 讲了一些它最基本的使用方法 您有了这些最基本的使用方法之后 我觉得您就可以搭建自己非常轻快的API的服务器了 当然您也可以用它去写网站等等 都是没有的问题 好不好 今后我可能再给大家讲手机开发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搭一个大家都可以使用的公用的API的服务器 咱们在做手机开发的时候 您就可以用我的API的服务器实现您手机的一些编程学习 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我今后搭建的时候准备采用 就是GIN框架进行搭建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构源真的是非常的强大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我是非常的喜欢构源 以前我是用Python跟卢比 是吧 今后我会重点给您讲解构源的方方面面 它的生态 希望咱们一起交流 一起学习 然后我今天的代码都会放到我的Discord专区 有兴趣 朋友您加入我的Discord专区 然后咱们一起讨论技术 然后我会给您分享更多的代码 好不好 OK 那这期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